您现在收看的是台北市线上教学影片 国中公民科 单元主题 社区的参与及经营 主讲人 名声国中廖文杰老师 学习重点 一 了解社区参与的类型 二 辨别社区组织的种类与工作内容 三 了解社区总体营造的精神与内涵 连结旧经验 各位应该已经学过社区的组成要素 社区的形态与演变 所以对社区应该已经有了基本的认识 但当我们实际要参与社区活动时 对于参与的内涵与途径 人需有更深入的认识 才能使社区参与的成效更为显著 请和我一起进入本章的主题 社区的参与及经营 你知道右方片中的小屋有何作用吗 好 提示在这边 是的 右方小屋是搭建给猫来居住的 当然这不可能是猫自己搭的 而是新北市喉童猫村的居民 为流浪猫所搭建的猫屋 该社区的居民通力合作 努力为流浪猫营造一个人猫共生的环境 但是这一切并非容易的是 流浪猫聚集在猫童猫村时 其实对当地的卫生环境造成很大的影响 另外一方面 许多外来的观光客来到猫童猫村看流浪猫时 常常与猫的互动方式不太正确 所以当地的居民主动组成清洁队去打扫环境 并且积极地教育外来的观光客 如何与流浪猫正确的相处 所以居民的参与是能否成功的重要关键 所以整个社区的参与 目的在于改善社区的生活品质 就特别强调居民实际的参与 常见的参与方式有两种 短期参与以及长期参与 我们先介绍短期参与 居民的短期参与 常常是因为面临了共同的问题与需要 或是为了捍卫社区的利益 这时居民就会共同寻求解决方法 通常就是与相关的单位协商讨论 甚至会用激烈的抗议 发动抗争的手段 这种短期参与 参与时间不长 常常就随着事件的落幕 问题的解决或利益获得捍卫 居民的参与热情就逐渐消失了 例如工厂附近造成污染 所以社区居民对工厂进行抗议 经过协商后 工厂排除污染 并保证不再犯 这时居民的问题获得解决 便不再参与社区事务 这就是一种短期参与 或是道路设计不佳 造成社区的交通事故频传 这时候居民与主管单位进行协商 改善道路设计 但是设计改善完以后 居民也会减少参与 例如上右方的两张图片 这是文山区一个社区的住户们 他们居住的地方 在主管单位无预警下 做出说要拆除的决策 所以当地的居民十分不满意 并且跳出来进行抗议 写了许多的白布条 后来主管机关赶快与他们进行协商 并保证会当一千的补偿及后续的拆迁问题 都解决以后才进行拆迁 所以居民的问题获得解决以后 便回到家园不再进行抗争 所以短期参与虽然它可以解决问题 但是居民的参与热情却不容易维持 而长期参与部分是政府比较希望推行的 主要是为了提升社区居民的生活品质 所以居民会有计划的运用社区资源 这种长期参与 主要是居民自发性的社区意识所带起的 所以可以长期的推动与维持 常见的参与方式有 例如美化阳台 任养公园 写村史 发行社区刊物或电子报 像台北市很多的社区 大楼与大楼之间会有所谓的防火项 或称为后项 而防火项跟后项 常常成为治安的死小 加上常常堆放杂物 所以后项常常就被人认为是丑陋的存在 但很多台北市的社区 他们便以后项的美化绿化 自为他们长期参与的起点 所以居民主动的参与 就把后项变成一个截然不同的空间 不再是治安的死角 我们再举一个实例 右边的这些币叫做花币 是新北市花园新城的居民 自行印制的社区货币 花币 那会员自称花钱帮 也就是所有会员 所有社区的群众 他们的才能都可以标价 举凡清水塔 带小孩 剪头发 教英文或台语 都可以用花币交换 透过花币来帮助彼此 活着在地的经济 那当然发行的面额有很多种 甚至还请版画家进行设计 而且上面还盖有刚毅 以防人家伪造 所有参与的居民 其实可以付花币 也可以用他们的专长去 以物 义物 也就是以劳务 或用东西换劳务等等 所以向他们的花币之所以能够推行 也是社区居民的主动参与 而且这种参与通常要长期性质的 才能成立 但是社区的经营 有赖于社区组织 有系统的协助才能完成 以下是我们常见的社区组织种类 一 个人文史工作室或爱乡协会 二 社区发展协会 三 社区管理委员会 像途中就是台北市北投区 永和社区发展协会 而这些社区组织主管机关是内政部 如果想要成立社区组织 记得要去内政部登记立案 才可成立 我们再详述三种组织的不同 个人文史工作室和社区发展协会 主要是由居民自动自发而成立 但社区管理委员会则不同 它是依据公寓大厦管理条例 强制要成立的 所以成立依据就是有差别的 但在工作项目上 三者都有些群不同 个人文史工作室 主要是将地方的史料进行研究保存 并且进行社区关怀的工作 以历史的角度做出发点 而社区发展协会主要从事社会福利服务 推动社区公共设施精神伦理等工作 所以社区发展协会主要是社区自行去寻找 自己的特色去发展它 你可以做社会福利 你也可以推动公共设施 各类型都有 如果社区发展协会想要关怀地方的史料 做研究也是可以的 而社区管理委员会就不太相同 它主要是提供社区居民的生活服务 维持社区内的设施正常运作 什么是设施呢 什么是设备呢 最基本的就是电梯 若是电梯没有人加以维护 可能会造成故障 甚至危害社区居民的安全 所以社区管理委员会处理的就是 居民生活服务及设施设备的维护 政府为了让社区组织更能够发挥其力量 也进行了社区总体营造的政策 这个政策主要是由行政院文化副所推动的 强调社区居民自动自发的 找出社区发展的目标 提出计划来进行社区营造的工作 而发展的目标 有产业发展 社府医疗 社区治安 人文教育 环境景观 环保生态等等 要注意的是 是找寻自己社区适合的目标去发展 而非要发展所有目标 所以像有的社区 它有所谓的堂业 它把堂业发展成观光业 这就是一种产业发展 有的社区提供了老人送餐 这就是一种社会福利医疗的特色 有的社区成立了自己的寻守队 它就是社区治安 另外还有人文教育 环境景观等等 但是要发展时 当然要有经费来源 主要还是靠居民自己出钱或出力 或是在地的企业可以赞助居民 赞助社区 当然政府也有可能提供经费补助 例如右边的图片 是新竹县湖口老街 新竹县的湖口老街 它就是居民用社区总体营造的方式 完成了管线的地下化 并且整体的绿化 当地的地面 也在社区居民的努力下 翻修成适合步行的石板路 而整个老街的牌楼及电亭 也经过了整建 而政府在整个社区总体营造中 就是扮演协力者的角色 主要提供经费 或是专业人士咨询跟协助的资源 而在湖口老街的例子中 就是当地的居民与文化部 还有营建署合作 达到改造老街的目标 我们再举一个社区总体营造的实例 澎湖在2016年 将该年定为澎湖城市进化年 便是希望由社区总体营造 来改善他们居民的居住环境 澎湖有美丽的海湾 新鲜海产 热情的民众 更具有富文化价值的历史建筑 每一间古厕都有一株属于自己的感人故事 所以澎湖建设处就透过 征选社区空间营造提案的方式 办理比赛 希望居民能够活用社区的资源 以总体营造的方式完成环境整理美化工作 其实澎湖的这种方式 就是让居民自动自发的察觉自己需求 并且去满足这些需求 提升整体的生活品质 所以社区总体营造 它是希望居民主动地发现自己的问题 并加以解决 这种方式可以节省资源 又能真正满足居民自己的要求 其实了解各项社区的知识内涵 只是参与社区的开端而已 唯有养成自己的社区意识 积极地关心营造自己的社区 才能够营造更良好的社区生活环境 本影片是由 国中公民科制作教师团队制作 谢谢收看